这个参数的话是豆点 所以呢直接把豆点放进去 那SPRIT如果说 你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这边有解释SPRIT后面加上一个分格符号 他就帮我们切切完之后的话 把这个结果放到这个阵列里面去 那这个阵列如果要输出的话呢 我们先输出一个头 豆点隔开的自串共有几个 那几个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的什么 自串的长 就是stream的.lex 实际上就是阵列的长度 这个阵列 他的.lex就是他的长度 那基本上就是5 那我要怎么把它输出成这样子呢 5后面这些 基本上跑个回圈嘛 4 I等于0 到 I小于 自算长就是0到4的意思 01234 对 然后5的话就是他长度 所以到 5的时候就跳0 然后加加 那输出的话呢就是什么 I 加上什么 加上 1 为什么I加1呢 因为呢我们0开始 所以从1开始吗 输出我不能从0开始 所以 变成 1 然后中间加个什么 点嘛对 那再把里面的资料里面的资料就是什么 STR 里面的 第0个的资料把它输出 类似像这样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你如果说这个地方 城市部分如果说 不是很好理解的话 我建议各位 有个简单的方法除错模式吗 有没有 你可以在这边设中断点 输出的地方设中断点 看你要哪边除错的话你就按一个什么按一个除错 那实际上如果你里面的值传款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用除错的方式在那个地方 设个中断点 那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停下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说 在那个 这个ARK里面 ARK实际上是一个阵列 他阵列第一个空间 就是放个什么 放一个 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字串 OK然后再来的话按F5 那现在我们 程式是停在这一行 停在这一行 那当这一行执行之后的话 他会丢给什么丢给 这个变数 所以 上面的话会多出一个什么 多出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 次串 好那这个次串里面就是把上面的 传进来东西先丢给他 然后呢 他再切割 切割之后再丢给那个STR的正列 所以你会发现 底下又多一个正列 展开来的话呢里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切出来的结果 零的话 有没有 这 这 这个 对